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豬的朋友經過2017年的種種經歷 在2018年是會有革命性的好轉 不論在金錢上、事業上 或者你打算結婚的都可以考慮一下結婚 雖然2017年是雙春兼潤月 但是2018年的年尾都要立春 所以嚴格來說不算一個萬年 都是可以結婚的 在2018年屬豬的朋友也會有很多社交活動應酬 甚至乎出國要令你花費了很多錢 購物和郵扶其實都可以減低你那種孤單感 在2018年也要特別小心家長輩的健康 最後KIM祝大家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和喜悅與平安 消息 長輪 發展 雜色 發展 絕默 成功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